在中国 就是老百姓对于房地产的这种感情 就是又爱又恨的 就是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居住条件的改变 但是它也确实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所占的比重也特别大 甚至有的人说房地产可能绑架了中国经济 您觉得就是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是一种促进的作用大 还是它在某种程度上真的绑架了这种经济 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吧 但是我觉得房地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因为房地产它从多个角度对经济有影响 一个是它作为一种产业 它对GDP是有贡献的 因为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 它都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从投资角度 就是房地产开发投资 它又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是很大的 而且它的产业链条也比较长 比如说它对很多行业的带动 钢材 水泥 玻璃等等一系列的工业 工业都会有带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它对经济肯定是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的 这些年我觉得不应该被抹杀 那为什么有人说它绑架了中国经济 如果房地产出现泡沫的话 就有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就是任何一个产业 它可能都会有一个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适度的带动作用 超过了限度可能会有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说房地产有泡沫了 如果泡沫破裂了可能这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就成为负面的 你像日本它不是房地产 就是泡沫破裂之后 那对日本的经济也是带着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这个房地产过度的吸引了资金 然后就可能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带着负面影响 而且它利润就比较高 所以把这资金都带到这里 那对实体产业 对比如工业 对其他的产业会起到一种挤压的作用 还有就是说 如果房价过高的话 其实可能和房租有密切关系 房价高 房租高 然后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上升 所以它也会对企业有负面影响 再比如说你房价过高了之后 可能一些地方的这个会影响它的吸引人才的这种能力 你比如说一些年轻的毕业生 本来想在比如说在北京上海这些来就业 但是他买不起房子 他不得不离开这里 所以他对这里吸引优秀人才 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今年也提出来就是要稳预期 稳地价 稳房价 就是一再强调就是房租不潮 那目前看这个控制是有效的 还是差强人意的 有的地区可能控制得比较好 也有的地区可能还在上涨 可能这力度不一样 就现在这个房价是属于硬按着它不让涨的这种状态 还是说它确实是有泡沫 它自己就涨不动了的状态 可能一些城市是在控制 你比如像北京 上海这样的 如果是放开的话 门可能还会涨 可能还得控制 但是还有比如提供一些保障房 然后满足一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因为这也是解决住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çalış用的 我现在该地方吩咬一下 我可以在另外一张